隐秘历史被遗忘的一战华工 二 当华工们背井离乡 来到欧洲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之后 他们发现现实远比合同上描写的要来的残酷 在当初的招工合同上 写明了华工不会参与任何战事 只负责后勤支援 但事实上 当这些华工刚抵达欧洲 就立刻被英法的军队投入了最前线 搭桥修路 挖掘战壕 甚至掩埋尸体 前线哪里最危险 哪里就有华工的身影 然而 华工辛苦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原本招工机构承诺他们 来到欧洲后包吃包住 另外还可以得到每天五个法郎作为工钱 相当于当时的一块大洋 但事实上 华工在欧洲的吃住开销 都是从工资里克扣的 拿到手的工钱还不到当初承诺的一半 相比之下 英法军队中最低级的士兵 工资都比华工高出四倍有余 即使是英国人在战后也不得不承认 华工在欧洲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但最终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回报 但是危险的工作和低级的薪水 还不是让华工最无法忍受的事 他们最无法接受的 是欧洲人对他们人格上的折磨与侮辱 了解法兰西 关注华人间